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奔向谁就还奔 大你也奔 爱你也奔 爱你也奔 想你也奔 想你也奔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陈顺芬 你个小土豆子 我这辈子我得让你干净后悔的事 我现在就把这孩子打了就 二姑 二姑 你打孩子干啥呀 孩子是无辜的 有啥话好好说呗 没什么好说的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 今天我必须把孩子打了 二姑 你那孩子干啥呢 你怀的孩子不是我给你出的一个主意吗 你打那个主意有啥用呢 好尴尬呀 我差点让你二姑不给我弃怀孕了 二姑 照这种情况看 我估计你去马尔代夫是够呛了 要实在不行 你去马路弯留的留的吧 你给我滚鞭子去 我告诉你 去马尔代夫那只是一条导火索 知道吗 我主要的目的是要考验考验你二姑父 你知道吗 刚追我的那千 天天小宝贝小宝贝 现在两天都不跟我说一个字 所以咱才出了一个主意 来考验考验他吗 你看啊 如果他在乎你的话 明天就能带你去马尔代夫 如果他要是不在乎你的话 你出钱我陪你去马尔代夫 去什么马尔代夫啊 就他对我的态度 明天我就换夫 对 老爸 老爸 我没去马尔代夫 月月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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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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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你干啥呢 庆祝呢 庆祝啥呀 庆祝你回来呀 你二姑现在什么身体状况 你不知道啊 怀孕了 怀孕了 你还闹 我告诉你 王小圈 你要把我儿子给我闹丢了 你就是我儿子 上一边讲 媳妇 老婆 哎呀呀呀呀 老婆 老婆 媳妇 你挺好的吧 那一切正常 我的媳妇啊 你这时候咋能还高跟鞋呢 你怀孕了 穿高跟鞋影响我儿子的发育 我那包里有双旅游鞋 孕妇必备 给你国务换上 好好好 哎呀 这怎么还能穿呢 我的天哪 哎呀 我的妈呀 成功啊 小朋友 送你双格尔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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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限量版高跟鞋 哎呀 什么限量版不限量版呀 媳妇 没事儿 等孩子满月了 我送你高桥 老公 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 我当然知道了 明天是我媳妇的生日 你耳朵不回头 那有惊喜吗 当然有惊喜了 早就订好了 明天咱们两口子 马尔大夫 明天去马尔大夫 马尔大夫 你干啥呢 你耳姑现在什么身体状况 你不知道吗 怀孕了 怀孕了 你这是干啥呀 庆祝呢 庆祝啥呀 明天去马尔代夫吗 你二姑现在都怀孕了 所以说我把去马尔代夫的票 给退了 我曾经 二姑 别想那东西 我不曾经 二姑 怎么了 我问一下子 这票能说退就退吗 怎么可能说退就退呢 扣20%的违约金 多钱呢 不就是两千多块钱吗 两千多块钱跟我儿子比 不算事 我地马尔代夫啊 王小恰 一双限量版高跟鞋 两千块钱 干你漂亮 这充分证明你二姑心里还是有我的 成功了 那个老公 我进入打个电话 然后那向我们老总汇报一下 等会儿 你要干什么玩儿 打电话 汇报一下 打什么电话 你现在怀孕了你知道吗 打电话辐射多大呀 影响胎儿正常发育 给你老总打电话是不 我替你打 你二姑父太帅了 喂 哎哎哎陈总啊 我是二美日老公 我叫钱顺峰 啊 是这样我替他汇报一下他的工作啊 替我汇报工作呢 哎 算了不汇报了不干了 啥都不让我干 什么哎呀 你听不懂啊 你听不懂啊 就是辞职的 辞职的 陈总 爸 你怎么把我工作 媳妇跟咱儿子比 工作不算事 田总 放心吧 好好保胎 老秦 快快快 李总 我亲爱的李总 恭喜恭喜 你怎么来了呢 你这是老来得子 必有后福啊你 我这是怎么 没啥送的 两台婴儿车 不是 这么好的消息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这有儿子你乐懵了 怎么了 嫂子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俩不 这要签合同吗 这合同没签 哎呦 我咋懵了懵了 媳妇啊 刚才你老给我打电话 我跟李总这正谈生意 马上要签合同了 这都 不是送就送吧 两辆车干啥玩意儿用不了 那家伙 万一嫂子给你生的是 双胞胎呢 哎呦 媳妇加油 我相信你 哎呦 太好了 你把这定金收着 这什么定金呢 咱俩工程那定金吧 哦 行行行 这找什么急 老高 那车咱别要啊 别 车得要 这个 拿走 不是 我跟你说 借你吉言 双胞胎 这次工程 白送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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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哎呀 肯定能生双胞胎 来来来来 哎呀 没事啊 哎呀 借你双胞胎 来来来来 没问题 活大点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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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了 妥了 大气啊 双胞胎 双胞胎啊 哎呀 哎呀 哥哥 够意思啊 那合用多少钱呢 十四万五啊 全白送啊 那有什么呀 万一是双胞胎呢 双胞胎跟这比起来 不算事 哈哈哈哈 方小姐 哎呀 哎呀 这一双限量版高跟鞋 两千块钱十四万五 我掐 哦 你二姑姑现在当诊了 你赶紧跟我说清楚点 去 我不敢去 去 二姑姑 哎 老陈 二姑姑你过来一下子 你说你说啊 我跟你 我跟你说点正经事 你说 说完千万别急眼啊 我今天多高兴啊 你快说说 一定要挺住了 挺得住说 万一我二姑怀疑是三胞胎 是不是少量车啊 哈哈哈哈 我不敢说 我说要怕二姑踢死我 你不怕我踢死你 是吗 想尽一切办法 一定给我说清楚 要不跟你 二姑姑 我要是 那啥 你看啊 我二姑这次怀孕 我感觉不是什么好事 嗯 怎么说话呢你 我天天盼天天盼的 你看啊 啊 你家房子是挺大 啊 但人口多呀 又来撒孩子 是不是有点挤疲慌 对对对有点挤 啊 啊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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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气啊 我这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咱俩想一块了 按照这个时间 应该快到了 啥玩快到了 前者 到了 怎么干 按厨纸杆 干 注意安全 保证 干起来 注意安全 干起来 干起来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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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啊 保证 安全 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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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该搁的搁啊 不是 干啥 该搁的搁啊 不是 干啥呢 哎呀 万一是三孩子怎么办呢 注目下呀 我要把咱们客厅全都隔开 改成不同的儿童乐园 好地方 干起来 干起来 哎 很好啊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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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的 听他的 干 快点 注意安全啊 抱歉你 停 你要再干的话 我就把这三孩子送给你打了 来来 停停停停 撤撤撤撤撤撤 工钱呢 赵副 撤 注意安全 保证质量 注意安全 保证质量 抓紧时间啊 明天咱们再干啊 哎 二伯父 太好了 这有多钱呢啊 啊 十万呢 我预算是十万 你刚才提醒提醒的很好 万一是撒孩子呢 啊 那就乘以三 三十万呗 哎呀 跟三胞胎比起来 这都不叫事 老小倩 我捏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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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的不是孩子 我怀的是捏呀 你给我等着 哎呀 老公啊 哎媳妇 我跟你说个事呗 你说你说 千万别急眼 哎呀我今天这么高兴 我急什么眼呢 其实啊 啊 我没怀撒 你以为你老公智商这么低呢 你怎么可能一下子怀撒呀 对呀 一个就够了 你要是一个都没有呢 怎么可能呢 我为我儿子花了几十万了 怎么可能一个都没有呢 二姑父 确实一个都没有 我二姑怀那孩子 是我给他出的一个主意 天哪 哎老公 二姑父 哎呀喂 好你个惊大美 天天到物业投诉我 说我在门口放垃圾 你这不也放了吗 谁不会放啊 我也放 我放这儿 哎 烤烤橘子皮 讨厌 哎呦 把橘子皮往别人家门口踢 我跟你讲 就这种邻居 我真是忍无可忍了 我跟你说 朋友们 我不能再忍了 喂 赵刚子 我说你吃饱了干什么呢 啊 什么事 这是我今天给你打的第三个电话了 告诉你闹耗子 你怎么还不来 哎 你能不能到上面的地界来 看看我们身世生活 来不来 来不来 我再问你 哎呀 行了 我来了 什么大美啊 你这干什么呀 打这么多电话 闹耗子 怎么可能闹耗子呀 哎呦 我一顿连环夺命call你都不来 你再晚来一会儿 耗子都进锅里了 你算了吧 你这都疼 怎么可能闹耗子呢 再说你们家养着猫呢 我们家猫让耗子下感冒了 这个耗子太不像话了 他不但私闯民宅 他还到处运送脏物果皮 知道吗 你必须找到他的老巢 看见没 运送果皮 你要找到老巢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他老巢在哪儿啊 那你 这 黄小黄家 不是 这个 你啊 发生是这样的啊 你看 你想象一下啊 黄小黄在家没事 看电视 翘着二郎腿 然后吃橘子 呱呱呱呱 吃完橘子 他把橘子皮交给了耗子 说去 送到走廊去 承认到走廊里 你知道吗 不是 来来来我问你 你那意思 黄小黄养耗子 不是 我估计有可能是他的宠物 开什么玩笑 人家黄小黄小那个宠物是只狗 我还告诉你 只要有狗 耗子就不敢来 有狗 耗子就不敢来 当然不敢来 那你咋敢来呢 大美啊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说的还有点问题 你说那话的意思 你是不是想说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 对对对 我就是想说这个意思 那你今天要是把耗子拿住了呢 那就不算多管闲事 对 那我算是狗呢 我还算是耗子呢 你就不要纠结这些名分了 对干就完了 就是嘛 好好好 我带着补属器 我把这个装上 那个那个 赵刚 我跟你说一下 你这光一个补属器 我恐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你知道吧 你想啊 耗子喜欢什么地方 那喜欢脏乱差的地方 那一进去就跟进了大超市一样 随便吃啊 是不是 你去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 解决问题吧 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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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们两家怎么回事啊 啊 物业专门说不让往楼道里边摆东西 这怎么能行呢 真是 好 浮属器放这儿吧 干啥呢 那个是这样 我把这个浮属器啊 放在你们家门口 哦 放这玩意干啥呀 那个大美他们家闹耗子 大美家闹耗子 你往我家门口放上浮属器啊 你啥意思啊 就是说 耗子进他家之前 先在我家门口 掉个头呗 不是 是是是这样 来来来好 我问你个事 你最近有没有养什么新宠物啊 啥呀 就是有没有养耗子 我有病啊 我养耗子 我家养的是狗行吗 谁像他家呀 那么重口味 养个猫还没有猫有病 这话说 人家没毛有什么病啊 没毛病 我跟你说啊 人家那只猫没有毛 就是这个品种 知道吗 再说了 人家养个猫 爱着你什么事呢 怎么不爱我事 那猫多气啊 不抓耗子 天天跟我家狗死磕 哎 你知道吗 那天我抱着我家狗去美容 美完容以后老帅了 你知道为啥吗 为啥呀 我带着你的照片去的 哎呀 整完以后活脱一个你呀 小区邻居都看了 说哎 你这狗不是洞灵美男 照缸子吗 结果他家猫上来 一爪子 给糊涂成潜顺风了 哎 你说我去吧 不是 赵高峰你就凭你 我跟你说 华华我得跟你说个事 你前回你给你家狗美容的时候 你别带着我的照片去 那我带谁照片去 你带谁你也不能带我照片去 你不帅吗 那你带就带吧 你帮人家大美啊 谁大美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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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华 来来 我跟你商量商量啊 咱这有规定 这楼道里面不许摆这些杂物 赶紧把这些垃圾都收拾了 好不好 大美刚才说了 脏乱差最容易自身耗的 你停 你两个眼睛在脸上是摆设呀 我家门口脏乱差 那他家门口是啥呀 你告诉我是啥啊 这样 好不好 黄小华 你先把东西收拾了 完了我让大美也收拾了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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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我先收拾 你让他先收拾 他收拾完我就收拾 黄小华怎么回事 一跟你提的事 你就说大美 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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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提撒的了 赵刚子你怎么回事啊 大美咋的 比我漂亮呗 大腿比我长呗 说话就比我好使呗 我告诉你赵刚子 你别忘了 你可是有富之富 我跟逮老鼠有什么关系啊 逮老鼠是逮老鼠 他什么玩意 有什么富之富 怎么 怎么 什么 黄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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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谁呢 对不起 大美 我把老鼠匣子 先放你家门口 凭啥 是这样啊 大美 我觉得黄小华 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你看你们家门口 也脏乱差 我家门口脏乱差 我的妈 我家跟他家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跟你讲 就他家那狗 老讨厌了 出门根本就不拴绳子 上个礼拜 我抱着我家猫 去美容院去整容 整得老成功了 你猜为什么 等会儿 不会是也带着 我照片去的吧 不是 好 小区宠物店 有你照片 我说就照着这个整 整出来 我家猫老帅了 我抱着他小区里 一走啊 别人就说 这完全不是 赵刚子的弟弟吗 我不清楚 我正美的时候 然后他家狗过来了 刮一爪子 拍成钱顺风呢 白花钱了 你说我生不生气 我告诉你大美 以后你给你们家猫整容的时候 你不能用我的照片 明白不 为啥 不为啥 你就不能用我照片 那你不是帅吗 好 好 那你就用嘛 好 我跟你说啊 黄小黄 谁 谁 不是 那个大美啊 这样 你先把你们家这个垃圾 也收拾收拾 好不好 他先收 我再收 大美 你们俩人怎么回事啊 你收你的吗 你跟人家有什么 你老说人家黄小黄 干什么呀 对不对 人家黄小黄 平时还是不错的 你左一个黄小黄 右一个黄小黄 你没完啦 什么黄小黄 什么黄小黄 咋的 白白 甜的 傻白甜的 我告诉你赵刚子 你不要忘记 你是有妇之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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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妇之夫 怎么的了 我有妇之夫啊 啊 我一来他们这儿 才是说我有妇之夫 我有妇之夫 我 我 我跟 跟逮号子有什么关系啊 逮号子是逮号子 有妇之夫是有妇之夫 干什么玩意 有妇之夫找你们 去了你们了 怎么了 这有妇之夫这是 大伟 黄小黄 出来 咋的了 杠子哥 嚷嚷啥呢 什么干啥 都生气了 谁刺激你了 有妇之夫 刺激我了 哎呀 我说你再瞎了 哎呀 但没记 哎 你是不是又瘦了 我跟你讲 你不能再瘦了啊 我好几天没见到 你都想你了 我都想你了 我也是 真是的 我告诉你啊 你我的妈 什么 哎呀 我的妈呀 别表演了行不行 太假了 我都看出来 你是来干啥的 我逮号子来 逮住了没啊 没逮到 没有逮到 你瞧着啥呀 谁瞧着啊 你跟我说有号子 然后我就来到逮号子来 完了你就跟我说 有妇之夫 完了以后你就跟我说 大传嘴 大传嘴 有妇之夫 完了以后你就跟我说 产发点 产发点 我有妇之夫怎么的 有妇之夫 给你带高的有什么 快带高的 你带高的 有妇之夫 是有妇之夫 要疯 已经疯了 对不起 我有点疯了 这咱们都冷静下了 平复一下啊 那个黄雄华 你跟我说 号子在哪 号子长什么模样 是你跟我说有号子的 那谁跟我说的呢 我 对 大传嘴 你跟我说 号子在哪 啊 啊什么啊 号子在哪 啊什么啊 我就问你号子 长什么模样 哎 你这有意思 俩号子站你跟前 你能分清长相吗 那我就问你 你看那号子它多高 多胖 三维多少 哎呦 这真是疯了 干什么玩 我说号子 你看着这干什么 你看我干啥呀 没看见 没有号子 我跟你说 我看见一只大号子 啊 在哪呢 在哪呢 在哪儿 就在你们俩的心里边 干什么呀 啊 大美呀 欢笑话 你们俩天天这么超照 有意思吗 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 大家是街坊邻居 应该多一点宽容 少一点刻薄 不就是为了点垃圾的事吗 你看看你编个号子的事 弄了一上午 我汗都出来了 哎呀 你们俩人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吧 你们两个人在我心目中 是咱们小区最美丽的两个女人 你们就是满美的象征 怎么不美 街坊邻居们 她们美不美 你看看 你看你 哎呀 还是先看你吧 哎呀 这样你们俩人互相看一下 来互相看一下 你们觉得你们美不美 完美 一般美丽的女人 都有一些性格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 愿意争强好胜 但咱把这个劲儿啊 别放在这方面 放在谁先找一个好老公 对不对 家里边有了老公了 就有了温暖了 是不是 万一有点什么事 比如说来个老鼠 你们就不怕了 别说老鼠了 袋鼠你们都不怕 哎 你别说了哈 赵刚子 你这一番话突然有点 让我令我茅塞顿开的感觉 哎 小黄 昨天我向了个 今天男的其实挺不错的 我准备明天晚上 把他约家里吃饭 你觉得怎么样 带来带来 大美姐 其实你知道的 喜欢我的人吧 也挺多的 就是我这心啊 我打不开 打开打开 那要不明天我也约一个来呀 打开打开 把他这 咱四个一起 我请个吃饭 行 就算你家了 行 小伙儿 我不送蛋糕 为啥呢 你看 本来人家男士 觉得你们两个人非常完美 但是跟你们回家以后 还没进屋呢 就看你们这门口 这乱七八糟的 这能行吗 你们的形象 瞬间被垃圾淹没了 说得有道理 是 妹妹 哎 收拾 行 对 赵刚子 哎 收拾 我这 我这妹妹 你咋来了 哎呀 老头子 我这妹妹这是咋的啦 准是跟你那个妹夫又吵架了呗 哎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 我 我 哎 我说石榴啊 你这是到哪儿呢 哎 狗孩子 叫姨 哎呦 我还得叫她姨我 姨 你这 哎呀 石榴妹妹 你这又咋的啦 没咋的 不过了 我不过了 不过 这说不过就不过了 行了 姐 我冷静冷静 一会儿行 一会儿咱俩姐俩无理 再慢慢说 这 我的妹子呀 可让我都当姐的咋整呀 整嘛 倒是能整 二姑娘你有办法 我当然有办法呢 我姨这次来啊 肯定是吵架了呗 对啊 是不是 她肯定是嫌他们家 没有咱们家好 对 对不对 她想比一比 没错 那咱就让她比一比 咱们家比他们家还差呗 老头子 咋整啊 你傻呀 不是你说清楚啊 你让我咋办呢 呀 姐夫 不好意思呀 又让你们分居了 你不要不好意思 我跟你姐分居好几十年了 我跟你姐分居好几十年了 你一直住沙发吗 今天晚上就在这睡啊 换个地方 别可疑个地方围 你看她整个镜坑 我一直住沙发来着 我一直住沙发来着 明白吗 明白吗 惨的 你又多 我懂 我懂 哎 不是 她咋进屋了呢 她呀 妹子 你可别吵着我 那屋是你姐夫的屋 她 那咱俩睡哪儿啊 沙发 对 这个有坑地我住 你住这边 不是咋的姐呀 你跟我姐夫也吵架了 啊 咋着你睡这儿呢 不吵架住沙发 那要是吵架呢 吵架住阳台 她咋不让你睡楼道呢 那也住过 你要是顶嘴了就住楼道 哎 我这抱着脾气 这不是欺负人的吗 这不是什么衣服啊 别吵架了 哎 咋的了 声控灯啊 倒点睡 宿舍室管理啊你家呀 妹子 你可别吵着了 他们都要睡觉 你要吵醒了 他们都得拿我扎法子 干嘛 哎 你我就不信了 你一受气 他们这家人就不管 就让你在这儿睡 是不是 不让你进屋 好 妹子 我还就不信了 今天这事没人管 妹子 哎呀 你消停点吧 你上哪儿去 你别管 那是姑娘房间 站 开门 咦 咦 哎呦 咦啊 大半夜的干啥呀 有事找你啊 你说 我问你 他是不是你丈母娘 好像是吧 来来来来 看没看着 你丈母娘睡哪儿 你看没看见 这是什么 沙发呀 你还知道是沙发呀 嗯啊 你 你知不知道 你什么身份啊 你啊 上门女婿 明不明白 不是 妈 不是 你可听见了 我姨说的啥啊 我听见 我 我赶紧解释 解释什么呀 我是她姨 我还做不了她主吗 啊 你 赶紧让妈进屋 你 扒出去 咦 妈 我 咦 说啥你都听见了啊 听见了 我 咦 这是要撵我走啊 走可以啊 话得说清楚喽 这房子的首付 你付得 你付得 对 大伙都知道 所以说这房子的手续 是 我得拿走啊 另外 这是张银行卡 你也拿走 一分钱没有 我拿她干啥玩意儿呢 你拿着 记住了吗啊 每个月往里存一万七 这是还房贷 咦 我谢谢你让我重货自由 容我点时间啊 我收拾收拾 我净身出货 哎呦 拜拜 哎呦 我告诉你 真是 这我 妹子啊 精神出空 你扬把什么玩意儿的你啊 哎呀 妹子啊 你让姐省省心吧 你看看姐还没能咋地呢 就来一个巨款的欠债啊 欠不欠债的我不管 怎么着都不好使 谁爱拿谁拿 我就不信这么大个家 没有人管得了她了 真有意思 我跟你说 这事你可不能告你姐夫啊 你可别跟你姐夫说啊 对呀 找我姐夫 哎 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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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饭头 快出来 不你能不能管管你妹妹 哪有小姨子大半夜敲姐夫门的 你这是考验我呢 还是想让我晚节不保啊 想啥呢 你姑娘给你媳妇气风说啥样 你看不着啊你啊 不知道管一管呢 当然管 必须管 前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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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聊聊 哎呀 爸呀 这干啥呀半夜三更 老抄着 抄着 抄着啥了 抄着 聊聊 哎呦 哎我爸哎 总愿是半夜三更找我聊聊 聊聊 聊聊就聊聊 怎么的啊 干聊啊 那还给你整俩菜呀 行啊 你 整俩菜 整俩菜去 哎 我这什么意思啊 大半夜的给你俩炒菜去啊 咋子喝点啊 你赔要 完了 喝不成了 可不定呗 没人赔呀 没人赔呀 喝不成了 喝不成 那也别聊了 明儿聊吧 明儿再说吧 啥嘞 老饭头 你说你 你也算个老爷们儿 你 妈 我在最后叫你一次妈 明天我可要净身出户了 今天啊 我把我的脏衣服可都收拾出来了 妈 麻烦您啊 给我规制规制整理整理 孕孕烫烫 明天早上我净身出户 不是 你 二姑娘啊 别急别急 二姑娘 我这还有点袜子 不多 半盆子 哎 不是 咋回事啊 这是要造反的这是啊 妹子 啊 妹子 姐平时对你好不好 好啊 你恨姐姐吗 我不恨哪 那你说你来我家这么着火 等你走了以后 姐的日子可咋过呀 哎我还真正不信了 我今天 你信吧 我 安息吧 我必须 听话吧 听话吧 姐啊 妹子 啊 让这个时间都得稍微快一点 什么 电视 咋的啊 她们连电视都不让你看呢 她们连电视都不让你看呢 看呢 妹子 那环珠哥哥播多少次了 啊 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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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长连没看电视呢 啊 你 乐团都演完了 我 我 我跟你说我这些我还就不信了 我跟你说 妹子 妹子你找啥呢 你干啥呢 杨夫妻呢 杨夫妻在哪呢 哎呀 给我 姐不把你们说 我们家所有电器的遥控 还有手电筒的电池 都被你姐夫控制了 啊 姐 你啥时候过上这样的日子了 我以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下辈子 以前你来不都打电话吗 哎呀 谁 谁 嘘 哎呀 对门老王 老王大哥 啊 你跳墙过来的 啊 哎呀 哎呀 是不是没带饭啊 逮了 什么时候逮的 上礼拜六 哎呀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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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能解的瘦成什么样了 瞎巴壳子都爽了呀 哎呀 哎呀我这妈 赶紧的 大米粒电话给我 妹子 千万别给大米粒打电话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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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让他给大米粒打 大米粒肯定说得好听 你看说得可好听了 那我打 妹子 我这电话要一打通啊 我姑娘肯定说 妈呀 你在家好好的 想吃啥就吃啥 那活你都别干 等我回来干 打通了 妈你挺好的吧 我加班 你吃好喝好啊 多休息 有什么活 等我回去干 我爸脾气就那样 你忍着点啊 听着没 电话里还威胁我呢 你都这样了 你还跟他过啥呀 你马上离 通话离 现在就离 妹子离婚那么容易呀 我们家户口本 一直在你姐夫腰上缝着呢 我亲眼看见你 她也不爱你 你说非得缠着你干什么呀 你们这一天我真是的 没了 妹子 你姐夫说了 姑哎呀 比姑保姆便宜 啊 啊 啊 把你都当保姆了 你还在这家待着 我啊 就我啊 我在家 那都把我都冲上天了 老把我当娘娘家供的 要吃就吃 要喝又喝 那没师父都离家出走 每一次我一离家出 哎呦 哎呦我老明 你眼泪好呀 还把眼泪都快出来了 你对啊 就说我这演员 我给他整两句 勾他歇唬半年的 表演艺术家伙呀 哎啊 解除挺棒了 哎哎呀 来来来 在家把我累的 我一走了 走了走了 哎呀没想到 我们家还有个影后 哎呦 老东西 你演的比我还像你 我差点真跟你离婚 这人离 离完了我令上来家 哎哎妈妈妈妈妈 妈我跟你说 刚才我演的那个小子 可不是我啊 是啊 我可不这样 老太太 站好 站好了 洗衣服 你衣服洗完没有啊 我那几双袜子 你必须给我洗嘎嘎嘎 啊 行啊 演得不错呀 你 我都想掐死你 亲姐 就跟这班玩人一起忽悠我一个 是吧 还有你 给多少钱呢 怎么卖地几啊 给什么钱 我还骗了巴拉饼子呢 我还骗了 都赔了 姐夫 我要是没猜错 总导演是你吗 副编织 一家人欺负我一个 漂亮 不是 不是 这不是为你好吗 人不能身在空中不知空 我懂了 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 演这么大一出戏 那不就是 我要不明白我还是个玩意儿吗 对 姐呀 我也懂了 以后啊 咱不跟别人比 对 不比 就不比 对 我幸福 对对对对 好 一片乌云泉沙发 对 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 几点了赶紧睡觉 还也睡觉了 你们姐俩回屋里睡一下 好 好 好 我睡这沙发 好 好 好 这坑给我的 姐夫 哎呀 他们能睡 你恐怕 不行 我咋去了 我刚才出去是打电话来着 晚上我跟我那几个大哥吧 把你家这些事都说了一下 这几个大哥呢 带着中国的小舅子 说要来找你聊聊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上高速了 哎呀妈呀 这个老王 你那大饼子借我一下 半道跟我 等等 不是 姐夫 这 这个 这回用上了 对 这吧 我 我 那什么 我 喂老伴 你干啥去 不是 你这家不还有我呢吗 有你没有你 还不至于这样的 你那几个小舅子 一个比一个驴啊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宝妹妹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奔强谁就海陪 嘿嘿嘿嘿 大你也很 二你也很 二你也很 小你也很 小你也很 恭喜生命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家快乐的Family Family